南部高中一队禁赛北区出赛 13号下午在桃园艺文区的广场热血开战了 总共有15间学校的比拼里面 还有来自403重灾区的花莲高山 队长分享他们因为道路风堵 光是来比赛的路途都是一波三折 也因为地震损失了非常多的练习时间 好险最后表演完美落幕 专注俐落的刀法让刀碎舞动出完美曲线 国防部高中一队禁赛北区出赛 13号下午在桃园艺文园区广场热血开战 由主场地头十二星星高中 维持以往高水准夺下冠军奖杯 整齐画意的枪线和高难度枪法 难怪能在顶尖喉手中杀出重围 不过众多学校里还有来自0403强镇重灾区的花莲高山 女队员们操呛同时脸上还要保持灿烂笑容 完全看不出他们一路走来有多艰辛 隔一天原本要练习 可是因为地震所以我们都暂停 就有些有风柱我们过不了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先坐火车到淑淑星 然后才搭游览车到这边这样子 练习被迫中断只能付出更多心血咬牙努力 光是走位队形就相当考验团队默契 花莲高山还是在总共15间学校中 拼出了第6名的成绩 林诗屋的特技操演刀冠与枪队合作无间 来自丹凤高中的凤阳仪队 用先红的礼宾服穿出浴火凤凰的磅礴气势 丰仪队长徐同学表示由于比赛跟闭履 和断考起冲突导致进度落后 好在队员们牺牲假日平民加练补救 无关乎名次与同伴团结一心站上舞台 就是刻印在青春里的五驾之宝 也获得观众满堂喝彩 民众观赏一对竞赛 很能跟一旁特种兵互动 认识搜救设备都是新鲜的体验 记者李明镜王小华同源报道